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共福利破例灾 你们知道吗 内政部300亿元中央扩大租金补贴专案计划 是政府照顾租屋族的支持专案 111年7月正式开办 为了扩大照顾及检证辩明 中央在去年7月3号续办租金补贴2.0 开放民众申请并放宽适用对象 让年版18岁以上的学生族及租屋民众都可以申请 预计今年7月核定户数将正式超过50万户目标 此外114年到121年住宅政策新目标也已经拟定了 会持续经济相关政策 以搭成新建25万户社会住宅为目标 另外持续推动25万户包租贷管及50万户租金补贴 提供多元居住选项供民众选择 满足不同族群的居住需求及居住权益 最后特别提醒大家 300亿元中央扩大租金补贴受理到今年的12月31号为止 请有租需求的民众把握申请的时间 无论是线上或纸本都可以提出 若有相关的问题 也可以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下午6点 拨打咨询的专线 0277298003 会有专人为您服务 或到国土管理署网站首页做查询哦 欢迎大家收听报道真有爱 我是阿峰 我们台湾是一个有爱的报道 因为有爱 所以可以帮助我们度过人生的气气漏漏漏 我们今天节目要讨问的这位呢 是专门帮助我们这个大男孩子 这个欢乐时光的这个气球的魔法师 魔术师 气球魔术师是在做什么呢 气球魔术师他做的工作很多 但是最重要的是说 他用他的这个手艺 让大家感觉欢乐 但是呢 在欢乐的背后 他还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他的故事 让很多人感慨 他跟很多我们这个身心障碍的朋友 他做出的不幸的这个作物 但是呢 他并没有放弃他自己 他也没有放弃他的人生 他将于对着这个人生的这个热爱 变成是一种 另一种形式的这种奉献 在他感觉的小朋友 尤其是小朋友最爱 这个看到他的手 可以出很多 很多花样 这种气球的这种魔法 感到他们很多的快乐 这个 这种快乐感到很多人 自己的孩子有什么痛苦呢 我们今天就来听他的故事 这一位就是我们的气球达人 刘旋程 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刘先生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严谨 应该是一个哀人 什么叫哀人 哀人就是内向的人 哦是哦 现在十六型人格 哀人还是医人 哦 我就医人 医人就可以那个 就是没说话的是一种 哦哦哦 嘿 我们刚才说到 你是一个这个 气球的这个魔术师 嘿嘿 我们先来说气球魔术师这种人 下面还是气球魔术师 气球魔术师 其实 我觉得气球是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元素 就是说 他是年龄层 是从一岁到九十九岁都很喜欢的 那气球的魔术师 因为大部分我们在做的 就是所谓的长条气球 那 在对岸叫做魔术气球 他们就是魔术气球 那魔术 长条气球呢 就是利用一些技法 跟一些跟一些动作 然后变化出各式各样的 不管是动物啦 或者是物品 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 呃 很多很多的造型 然后让大家都很欢乐很开心 就是就是说 你用这个气球 用你的技术 用一些这个技巧 是 带着带着 带着 创造出不同的这些 可爱的造型或是动物 是是是是是 对对的 没错 其实喔 人对着这个柴色的东西 对着这个各种可爱造型的东西 都很有这个 喜欢的这种心情 对对对 看到那些都会觉得很欢迎 看到的银飞啦 看到这个柴色的气球啦 看到的鸡仔 都会觉得 非常的卡通 非常的缤纷 对对 心情就好了 对对对对 所以说 你现在出去的时候 常常都这样 将你的快乐 造福我家的你的观众 对 你有感觉出去的时候 你心情不好 后来的点到你心情有多好吗 呃 比较少 较少 原来上一出场就是要保持一个开心的心 就是说 你是 我的意思是说 你会不会有时候出去的时候 其实你心里面 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开心 但是因为你去带开心给别人的时候 你自己也跟着就开心了 嗯 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啦 可是现在的话会 要 要开始表演之前 都会先 调试自己的内心 就绝对不会让自己用 对对对 去面对 对对对 因为我们是要带来欢乐的嘛 假如你 本来就没有调试好 没有准备好 那 其实民众感受到你的热情 比较减弱 那 所以我都要稍微先跟自己 呃 对话一下 说 表演要开始了 要有一个开心的心 面对社会大众这样 对 我特别这样问就是说 我看了很多这个戏剧 尤其是 很有名的戏剧演员 对 其实他们平常是 没有在表演的时候 自己的那个心情都感到滋滋滋滋了 有人看周星辰的表演 没有感到欢迎 没感到开心的 真正 对对对 但听说他是一个脾气很坏的人 对对对 有耳闻啦 可是我是 我平常也是蛮喜欢搞笑的 私底下也是蛮搞笑的 就是说表里如意的 对对对对 表里如意啊 都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开工耍 这个气球魔术师 带给别人的快乐 但是呢 你又还有另外一个新闻啊 说你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小孩的时候 破坏 对对 这造成你现在这个 身体上的这个障碍 对 这个 这个故事是 从哪里来 听说是高中的时候 其实我小孩的时候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 体力没有很好 小时候就体弱多病 体弱多病 然后那时候 我的爷爷是军医嘛 他就说 这个小朋友的心脏还有问题 可是呢 大人一直觉得 没有什么状况 就是一样子 就是跟大家一起 一起玩 然后那时候是刚好 高中的时候 那时候全台湾有一个 超音波 心脏超音波 健康检查 就那一年而已 后来也没有了 对啊 哪里这么好 就刚好就中了 然后就检查出 他就说 我要去大医 他就建议我去大医院 做仔细的检查 会不会那一年 就检查出你一个人 哪里这么好 我没有去 我有听过 就是学校有一些人 被检查出来 可是后来都 手术很成功 所以你是既是幸运的一个 但是后面的那个状况 却也是比较不幸的 对了 后面是什么呢 后来就是我去医院开刀 开完刀 手术都很顺利 手术很顺利 后来就顺利的出院了 那因为那时候 我妈妈也很忙 我妈妈工作非常的辛苦 那他就没有 对我疏忽照顾 那我开学的时候 就回学校去住校 那就一样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说 这个是大手术 然后应该是要在家 好好休养 一两个月或是一年 再调养身体 那我们就去 打篮球 因为我很喜欢打篮球 我开刀的 开刀的起心动力 也是希望让自己身体更好 可以好好的打篮球 那后来就 就去打篮球 那我的心脏的伤口就发炎了 可是一直都不知道 是心脏伤口发炎 因为我的症状是 拉肚子 上吐下血 对 那后来就因为 因为我去 因为我住桃园嘛 我在附近的地方医院检查 他们都说 不敢收我 因为他 医生要听诊嘛 对 他一把我这个扣子解开 看到我这一个拉链 开心脏很多拉链 就不敢看 他就说叫我回去 我的开刀医院 对去检查 那我去 因为那时候是 刚好放长假 那我的奶奶呢 就叫我说 要去医院做检查 回到我那个医院 原本开刀的医院 那开 总共来来回回 送了四次急诊 他四次都说 我是肠胃炎 对 就没有警觉到 对 没警觉到 那就用 一直给我吃肠胃炎的药 没有特别的照顾 那第四次就是 送急诊室 送到最后一次的时候 我就 心跳停止 心跳停止 对 就开始急救 然后停止多久 大概三个小时左右 三个小时 急救三个小时 因为那时候 一直 一直打强心针 那你有那段过程的记忆吗 其实是没有的 因为很多人都说 那段过程会有记忆 就冰死的这个记忆 是很珍贵的 冰死体验是有啦 可是 记忆是没有 因为那时候整个昏迷 然后就急救嘛 那我觉得比较紧张的是我家人 因为在外面等我嘛 他们 因为医生 出来好几次 就叫我妈妈去见我最后一眼 所以那时候你说心脏已经骤停了 已经停了 那其他的生命症状呢 就是都是一直靠打 打那个强心针 或什么在维持 那时候也没有耶克膜啦 那个那时候也没有中 就是我是不知道啦 可是就我了解 没有那种那种那种器材 所以就硬是急救 所以我那时候被打到强心针 打到急性洗肾 对 那总共这段期间呢 医生一直叫我妈妈去见我最后一眼 因为 就一直叫她去看 一直叫她 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做这个 对 因为医生觉得要去给 医生可能是想说要叫我妈妈给我打气 可是我妈妈看电视都是最后一眼嘛 因为医生就不会再救了 大部分都这样 那我妈妈就很坚持 她说我的小孩是走路进去的 我去急诊室都走路嘛 她说你现在跟我说救不回来 我妈妈没有办法接受 她就说一定要救回来 对 她就说一定要救回来 后来就硬是救 后来三个小时之后就 医生跟我妈妈说 终于救回来了 可能也是年轻了 对 还有足够的活力可以活起来 对 可能老天爷也不急的叫我回去 然后就说叫我 他又补一句话 他说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醒过来 因为他说呼吸跟心跳很微弱嘛 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都没有正常运作 很大机会可能就不会醒来 就可能就昏迷 对对对就不会醒来 所以说这个刘旋诚 在高中的时候 经历了这一段 一般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办法经历了这个三个多小时 跟这个阳间脱离联系 你就不在服务区 跟这个人间突然失去连线 这一段的这个过程 改变了他的一生 改变了他什么一生呢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来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报道真有爱 我是阿峰 我们现在讨问的是这个气球达人 气球魔术师 刘旋诚 刘先生 刚才我们听到的 因为这个高中 这个高中的时候 一次幸运的身体检查 发现了身体的问题 但是又一连串的这个不幸的巧合 让他从此 就是必须坐在轮椅上 是 我们刚才说 那个 这个 抢救回来 对对 但是抢救回来 多久以后才发现自己动不了 哦 抢救回来那时候 我在交病房嘛 那醒来 我每次醒来 就是一直被打安眠药 就不让你醒来 对 因为我醒来 就会帮自己拔管 哦 因为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就是自然的反应 对了 就帮自己拔 就很不舒服嘛 就想要扯掉 后来就是 醒来就打安眠药 醒来就打安眠药 然后医生 后来我醒来的时候 手就被绑住 然后 可是我醒来 还是会一直挣扎 那医生就觉得很奇怪啊 就是 这孩子 很体力 生命力很旺盛 可是为什么脚没有提 因为他们一直在观察嘛 我在交病房住蛮久的 就奇怪 这个睡屁这么差 为什么脚没有提 对 脚没有提 那他们就 就觉得很奇怪 就检查 就开始做那个断层扫描 就整个一整 一整系列的检查 后来就 后来他们就发觉 我脊椎 胸椎第八到十二节缺氧 缺氧 那时候家人也 也不知道什么状况啊 可是医生有跟他说 可能就要做轮椅 跟我跟我家人讲 然后我家人也不知道 他怎么跟我讲 对 而且是非常莫名其妙 出现的状况 对 然后我家人也搞不太懂 可是 可是就是 也是要跟我讲嘛 因为每次醒过来 就被打了免疫药嘛 然后他就有一次就 模模糊糊 我醒过来的时候 我姐姐就跟我说 宣承 那时候叫另外一个名字嘛 他就跟我说 弟弟 你不要 这样子 挣扎 他说 你要好好保留体力 因为以后还复健的时间还很长 那我就那时候听不太懂 然后可是 讲得也太含蓄了 对 然后后来醒过来之后 觉得 我觉得很奇怪 就家人叫我动手嘛 那我刚从教育病房醒过来 其实手是很僵硬的 对 要练了握球什么的 因为都没办法动 然后医生就说 那你抬抬看你的脚 他就是说叫你抬嘛 那我就点点头啊 我说我就是有抬嘛 他们就 那时候就确认说 我应该已经脊椎损伤 就脑子里面是有抬的 对啦 因为我们的脑 脑还是会传讯息嘛 可是就是没有动作 那时候就知道自己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脊椎损伤 可是 我后来醒过来 我坐起来之后 我家人 我就知道自己脚不能动 对 可是那时候还不知道 事态的严重 只是觉得说 可能刚醒过来而已嘛 对 可能是一时的 对 那就 后来大概 醒来 我很快的就从 那个交病房转到了 一般病房 我直接转到复健病房 那我旁边都是老先生老太太嘛 然后就开始做复健 那我看到很多 很多很多都是中风的 因为我在老先生老太太的病房 很多都中风的 那偶尔才会看到一两个年轻的 来 来这个病房 后来 后来啦 后来也有一些协会会来 协会的商友来看我 他就跟我说 他 我会觉得很奇怪 他那时候就说 你要 好好加油 那时候我就意识不对了 我会想 十几年都不会好 对 我觉得那时候想说 是不是都不会好 那时候慢慢的 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 对才知道很严重 那其实我家人 医生一直有跟他们沟通 那才知道 事情大掉 那时候才真的觉得 真的很严重 那其实因为在 医院的环境 是很无障碍的 对 而且我每个礼拜 都会有心理医生 跟我做 比较健全 对 谘伤 所以我一直都不会觉得说 会觉得会遇到那么多问题 那时候刚刚开始的时候 那在那时候我就知道自己 要做轮严 可是我觉得我跟一般的 脊髓损伤朋友比较不一样 我没有那个 我没有那个自怨自爱的气 就是说 大部分脊髓损伤会把自己封闭起来 对 或者就觉得我怎么那么衰 就是不想跟大家对话 都不想 就觉得自己很悲哀 就是很难过就对了 可是我几乎没有那个时间 大家都有一段泥沼情 对 甚至就心情很低落 可是我比较没有 我比较没有那段时间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后来仔细去想 可能因为我小时候是单亲家庭 我后来仔细去想 应该是这样 你就习惯挫折了 也是对 然后再加上我小时候呢 我跟我姐姐 我两个姐姐嘛 都没有住在一起 我们只有寒暑假才会住在一起 就是相聚嘛 对 那爸爸妈妈早就离婚了嘛 那那段时间 我两个姐姐就陪着我 相对的来说 对我的 有点赚到的感觉 对 可能是有这种 弥补的感觉 对 就是说 这样的话 我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差 那时候 那所以说 我那时候 人家常常说 宣承你是怎么走出来了 我就说 其实我后来仔细想 我就是被 后来我就想 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跟大家讲 我就说 我那时候就被我姐姐 推出来 就是脚盖着毛巾嘛 商友应该大部分都有这种 这种阶段 脚盖着毛巾 吊着尿袋 就被人家推去散步嘛 我就说 我那时候就被我姐姐这样推出 那个台大的复健病房 我就走出来 我常常跟他们讲 因为我真的 比较没有那段时间 对我来说 这也不是说什么不好 对 也不是不好 对 可是就是 像有一些人 他就说 他把 因为我听过 把自己关在家里 十几年了 这是很久时间 因为我刚刚一直 听你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发现你跟其他的 这个商友 一个很大的不同 大部分的商友 都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 但是你好像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 你甚至不知道 为什么 你一个 动一个手术 然后缺氧 你的那一段神经会 会受伤 对 就到现在搞不好 医生也说不清楚 是这样 对啊 是这样 就是说 就是说脊髓缺氧 对 别人可能知道 他是怎么受伤的 他是怎么生病的 那对你来说 可能就是 上帝就是按了一下拇指 就说 换你了 对 你就是 接下来就是你要过这个生活 对对对 就很突然了 对 所以就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不知道怎么回事的这个遭遇的阶段 对 就是一瞬间就要接受了 对啊 就是 所以你也没有什么 做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后悔的 对啊 对啊 因为说真的 也是我自己决定要动手术的 对啊 很多人 也许走不出来都会想说 如果怎么样就好 如果怎么样就好 但对你来说你不是啊 你检查出来是一件好事啊 对啊 做手术 后来没有成功 也是个意外 对对 也没有说什么好不好的问题 对啊 人生就转个方向 对 那你后来那个高中有把它念完吗 有 其实那时候我 在 在那个医院复健半年之后呢 我就回到高中去寄读 因为同学校就对 没有没有 同一个学校 就是寄读 就是说 我同学已经升二年级 我本来也要升二年级 那他们继续读二年级 我就跟着学弟妹 读一年级下学期 因为学校 博课就对了 没有 学校让我提早适应 就成绩都不算了 让我去跟大家做那个 就是随大家一起生活 对 去适应这个生活 所以 就是 就是 就是没有 没有那个 都没有把自己封闭在家里过 就是家人也是想要赶快 让我跟大家接触 非常好 这是一个没有过渡期的人 对 没有过渡期 直接就无风接轨 对对对 那你后来念完高中以后 有再去学什么吗 念完高中之后就读大学啊 对啊 学什么 我一开始是考到经济系 经济系 对 后来是 因为那个坡太陡了 对 我上课都觉得很不准 对啊 非常不经济的一个坡 对 就是很陡嘛 当然那也不能怪环境啊 因为 那个时代 对对对 大家也不会想说 有一个坡就不错了 对对对 那个坡是非常陡 因为是沿着三件的嘛 后来就 后来我就 不太想读 因为我觉得很痛苦啊 每天都要这样 真的很痛苦 锻炼自己 对对 也不会想锻炼自己 因为假如 锻炼自己 对对对 假如是晴天的话 就锻炼自己 可是雨天了之后 就觉得折磨自己 那雨又很大 然后推你的人 又像那推牛车一样 就是 就是 感觉状况不是很好 所以后来我就 一然决然的就 转学 转学 对 后来就 知管系 对 我就转到一个 平面的学校 去读知管系 对 就是那时候想说 也许靠着电脑 可以有一个谋生的技能 是 那后来呢 后来就 顺利毕业啊 对 有没有 有没有靠这个来谋生啊 没有 没有 为什么意外吗 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啊 有时候当下不会觉得 当下不见得 他会用得上 可是现在 可是现在 我现在受伤26年了 我就用得上 我那时候 那时候学了 现在才用到 对 就是 命运很奇妙 也不会啦 对啊 也不用觉得说 这个有什么 那个不对劲 这个人生 97%的人 都没有把自己 所学的东西用出来 是啊 而且我们现在做的工作 都跟当初想象的不一样 对啊 而且以后会更不一样 对 以后会越来越不一样 那你到底是怎么走到 这个 玩气球的这个阶段 这个 因为我那时候 大学毕业之后 找工作非常辛苦 这个是 所有商友都遇到的状况 对 因为 毕竟 社会大众对我们不了解 好 那我们对这个环境 也没有办法 完全的配合 以一般的工作环境来说 都是需要 有经验 或者是你至少要 成绩很好 拿很多证照 可是对商友来说 他 企业组考虑的 第一个问题不是这个 对 他考虑的是 你有没有办法 进到他们公司 你有没有办法 跟随团队工作 对 有没有办法跟 你会不会 半途就 阵亡或怎样 而且资管系 通常做MIS 对 那就是要去雇机房 对 或者是比较 像我们 雇网路 对 雇网路 那 他们对我们 也不了解 对 所以我在找工作 是非常 非常辛苦的 默默的 偷偷的把你们排除 是这样 是这样 其实我们都知道 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做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 做什么反抗或什么 就觉得很苦就对了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那时候刚好在 我去做过很多工作 就是都是短期的 后来在 刚好是桃园市的 桃园 那时候是桃园县 急于损伤潜能办中心 那时候刚好有在做 电脑职讯 电脑职讯半年 做网页 做网页设计 做网页设计 然后做半年 那不是你的专长吗 也是我专长 没错 可是就是 那时候也是因为 找不到工作 那时候去职讯的话 都有补助 至少我生活 收入还有 因为真的很痛苦 那时候真的找不到工作 那时候我就去职讯 职讯的时候就 刚好客后有一个气球社团 我们有两个社团 一个叫做口琴社 口琴 一个叫做气球社 都要参加 都是吹的 对 都是吹的 都要参加 那口琴社呢 后来我觉得 我跟不上大家的速度 我觉得 没有音乐的天赋 听音乐可以啦 没有吹音乐的天赋 可能会跟不上 记不住那拍子 然后后来就 这两个 再加上我觉得 口琴会挡到我的脸 帅脸不能被挡到 对啦 其实那时候是这样觉得 然后后来我就学了气球 这两个都有学嘛 因为那时候 我的那个气球启蒙老师 就说 同学你们没有人 要跟我去表演 因为我那时候已经 我大学毕以后 就没跟家人拿钱了 就是都要靠自己 那时候我就想 诶 诶 不错啊 而且好像又好玩 蛮好玩的 我刚好社团又学 然后就跟着那个老师去 他收入不错 一天下来也是有好几千 对 二十几年前 也不错 那我就觉得 这好像可以赚钱 对 所以 可是当那时候还没有 把这个当成自己 发展的一个方向 不把他当事业 对 也没有把他当事业 后来就 后来就加减学 然后因为还没毕业 对 因为那时候 那个职讯还没毕业 对 后来职讯毕业以后 又是一样的问题 职讯是不是一次半年 对 半年 半年毕业以后 又是一样的问题 就是说 你还是要去面对职场 对 那 我觉得老问题又回来了 所以我就要想翻设法 活下来 所以我那时候就朝着 本来是资讯嘛 我就朝着气球这方面去发展 所以就是在那边遇到 你的启蒙老师 对 所以说这个刘宣成 他从这个 就没有过渡期的这样 无缝接轨的进入了 这个奴役族的生活以后 念完了高中 念完了大学 学了这个资管 经济资管 将来做生意 开公司都要用的 其实一开始用不到 对 后来因为这个社会的关系 找不到这个理想的工作 在职讯的过程 认识了这个启蒙他的 这个气球的这个老师 那接下来 他会面临什么样的这个挑战 才能够开拓 他现在算四个事业了吧 算了算了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报道真有爱 我是阿峰 我们现在峰问的是 这个气球达人 这个气球魔术师 刘宣成 刚才说到他 怎么样踏入 这个气球魔术师的 这样的一个领域 说实在 跟他前半段的人生 都是充满了一段谜 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 一不小心 跟他有一双手 五行的手 把他从这个本来爱打篮球的 这个年轻人 推到变成 很会择这个气球的 这个魔术师 是 但是你刚刚说 你一开始就是当助手 你学这个记忆 学多久才可以独自表演 学多久 因为我那时候当助手的时候 就是 我在看旁边 我在旁边看老师 怎么跟人家互动 那老师呢 就点完 他跟互动完 他就点嘛 点的话我就来折 所以我就一直练习 一直练习 那所以后来大概 我直讯 直讯 毕业之后 结束的时候 我就去考那个 那时候还有考试 对 街头又要考 我就去考那个 台湾省街头艺人 那我就去考 就后来就考到了 那考到的时候 我就开始 其实那时候 对于街头艺人 没有很大的限制 对 所以我就去开始做街头的展演 所以大概半年时间 我就自己出来做了 对 就半年就可以出来表演 对 那也算是找到一个 比较有天赋的这个 这个记忆 对 就是比较容易上手的 对对对 因为有时候 这个气球魔术师的表演 不在于你的记忆多厉害 有时候过得去就好 最重要是气氛怎么营造 互动怎么来 是是是 那你 那你现在 做这个 已经把它当作是一个 主要事业了吗 对 是一个事业 没错 我是不好意思问你说 一个月可以赚多少 但是 现在你已经不是一个人做了 对 现在有一些 一些障碍朋友 跟我们一起做 对 没关系 我们现在来介绍 你这间 这个团队名字好了 你们这个 气球厅 开了一间公司 叫什么名字 大声的讲出来 叫做有球必应 社会企业 有球必应 在五月天 港节的集团 都是必应集团 有球必应 有球必应的球 就是气球的球 对对对 不是开工庙的 上网查 有球必应气球 就可以了 对对对 对 所以你们平常表演的话 都是去什么场合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比较少 做街头表演 对 都是 配合活动 对活动邀约的时候 我们才会过去做表演 或者是教学 或者是布置 我们才会去 布置也不错 对对对 像我自己 也有在经营 这个公安公司 是是是 我有一班 这个小朋友的 这个 你应该怎么讲 他们算是一个 午餐会 光这个气球布置 我们现场其实就花了 好几万块 因为整个场地 都以气球为主题 是是是 然后加上一些彩色的旗子 因为看起来这样比较有野餐那种派对的气氛 对对对 小朋友其实看到都疯狂 哦哦哦哦 这又拜托一两个气球魔术师现场表演 头跟尾两段 是是是 这样的话就不会跑掉 对对对 小朋友很期待 对 因为你只要 你一定要留两个很精彩的活动 节目放在头 不然你的中午人就糟了 对对对 所以呢 气球魔术师常常都起到什么作用呢 成先其后 热闹场子 或者是最后把大家衔接起来 对对对 那你现在说你们有团队 有一些商友 那你们这商友 你有给他们一些训练吗 呃 跟你一样就是 对在看 像我刚刚开始折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老师是比 我们老师是比较着重于表演 嗯 他是比较喜欢装扮成小丑 就是舞台效果的 对就是 他也没有舞台 他就是比较喜欢 装那个小丑 嗯 因为他觉得 比较投入 对对 他比较投入那个小丑装班 嗯 那 是体验派 对 所以他 他比较少带 后来 后来我也自己出来折啦 嗯 所以我知道说 其实要从哪里开始做学习 像因为气球的 他领域蛮多了嘛 对 也可以教学 也可以表演 也可以做布置 对 所以我现在学生呢 就是我有场的话 就会带他们去 嗯 在他们旁边跟着学习 然后一起帮忙 这样 就从这个做中学 对 找到自己比较适合的方向 对对对对对 因为想说 扮小丑这也不是不好 也很好啊 这是一种 很好 这是一种 他把气球跟个人的表演 结合在一起的 是是是 演出方式 对 也很好 我也觉得很不错 像有可能身体 身体的那个动作 不能太多太大 那也许就是 在别的方面 去做这个气氛的营造 是啊 是啊 所以就 就是用不一样的方式呈现 对 那你现在 这样的 这样经营下 你大概 一个月大概 工作时间会很长啊 工作时间哦 其实 嗯 工作时间 要看那个场次 嗯 就说假如是 会场布置的话 就真的是蛮长的 像这个的话 就是忙的越忙越好 对对 像毕业季 我们就很忙 不忙就有点慌了 对对对 毕业季就非常忙嘛 就是 大家就很多场 大家一起支援 这样办法做完 不然一个人做 真的会 没关系 这种辛苦都是值得 对对 是应该的 对对对 没有的环乐啊 对对对 那现在这团队 大家有多少人 现在 嗯 该有 就是经常 经常合作的 因为有时候 人不是直接养在公司嘛 对 呃 家长我跟我太太吗 还是没有 都可以 算进去啊 将近十个 哦 那算是一个大团队 没有啦 一般来说 大概就四到六个 是最普通的 还在努力中啦 嗯 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成长 所以 你们的那个营业范围 可以到哪里 呃 以桃园为中心 以桃园为中心 其实只 我觉得啦 只要是 呃 钱够多 对对对对 就是说价钱合理的话 哪边都可以去 好 没关系 对 我们这里的苏r 没有陰影面 没有听到 儿子 他吗 Internal 对也可以去教学 也要布置 也要现场表演 对哦 大家如果有需要 觉得不错 都可以来找他们 上网查一下 有求必应 给商人们多一点机会 对对对 谢谢 好 呢 是我们除了这个 寻致以外 你现在也算还是年轻力壮 对 基金会的事情还有在写中吗 基金会对我来说是 也算是一个人生的转捩点 因为其实我在做气球教学推广的时候 我发觉很多人对于商有不了解 大家看到我们就是坐在论理上 而不知道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 那有一次就是因缘际会 基金会有在培养那个培训友善大使 友善大使生命教育讲师 那这个类似这样的教训训练 跟社会大众沟通 对那我就参加了这个训练 那后来呢 因为我的演讲里面会包含我气球的元素 还有表演 对还有表演 那小朋友不是疯了吗 对对对都很兴奋 所以就是除了演讲还有气球表演 还有我哲气球的一些生命历程 所以就是因为基金会都有在做培训 所以我们后来就 后来其实我有点 平日的时候就接演讲 六日的时候就接表演 平日要接表演不容易 对比较少一点 对对对 你表演可能没有人 对对对这是真的 那你现在觉得你的生活充实吗 是在 这真的是蛮充实 因为仔细想 其实我常常 就是我妈妈最近打电话给我 她就说我有没有空 我就说好像 就是好几个六日都没有休息 对 那平常的话也是有在做其他的事情 就是不管是经济自己 或者是研究一些东西 就是都有在做经济 所以妈妈平常也找不太到我 也找不太到我六日也是没有时间 所以我觉得 跟我刚开始做气球的时候 是真的充实蛮多的 而且其实演讲有时候平日也是会有 对 演讲啊加上表演 这个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 这个应该怎么讲 接近大众的方式 对而且相辅相成 对对对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介绍到这里 这个刘炫成是一个 跟大家比较不一样的这个商友 他的过程呢 就像他刚刚讲的 是没有一个过渡期 所以他去演讲 他也提到很多人问他说 怎么走出来 就我姐姐把我推出来 这是一个开玩笑 其实这在说明说 他是一个从面临问题到 直接重新适应这个社会 时间非常短 对 然后呢我们从刚刚的整个过程来听 他现在这个生活也很充实 似乎在你这个 从受伤到现在这段期间 你的人生被安排得好好的 你也没有空去做一些多余的烦恼跟思考 你思考的永远都是只有面对生活 对 真的 所以我们现在节目还有一点点时间 你能不能用30秒的时间来告诉大家说 我如果说有些人不管他走不走出来 他如何去经营他的人生 才能够像你这样过得充实一点 好 36年 其实给大家建议不敢当 就是以我自己个人的经历 就是说有些人在看待事情的时候 会往比较不一样的方向去看 可是我觉得我有时候 因为我自己是脊椎水商朋友 所以我看了很多不一样的故事 包括身边很多商友是很严重的 甚至我现在在做教育 我现在在做教育的工作 也看到很多不一样的障别 包括自己也当生权委员 那我看到很多 真的这个世界非常多辛苦的人 那我其实我觉得 当我们真的觉得 日子过不去的时候 不妨想想 还有很多人还在很努力的坚持 努力着没有放弃 包括我自己 那我希望大家一起 好好的面对生活 就是 加油 世界上 信与不信都是有的 对 都是有的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去面对 真的 真的 大家都是有伴的 真的 你不孤独 真的 非常欢迎 一个 不顾自己身体的不舒服 但是经常要出去 输出欢乐的 气球魔术师 刘炫成 今天非常欢迎 你接受我的方向 我们下星期继续收听 报道 真如爱 拜拜 拜拜 本节目是由 集水基金会和 宝岛联播网 共同制播 提供商友实习 企划 主持 后制 增加工作经验 敬请大家指教 支持 支持勇敢面对 人生的人 捐款 请上网搜寻 集水损伤基金会 请上网搜寻 请上网搜寻 其中处